那旁边这一位呢 我们也是这个天机大公开 连财法师 我们欢迎他好不好 天机大公开这本书呢 也是在前一阵子 我们看到连生活佛在以后 公布了很多真人真事 那么连财法师也是其中一位 在死亡边缘 这样子走一回 然后他现在出家成为法师 那是不是也请连财法师 来告诉我您的经历 阿弥陀佛大家好 就是那时候 我是在去年的过年期间 就是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从发病到病危 那那时候就是 到病危的时候 其实我一心是想死啊 死何病 就是那时候是医生检查出来 就是说没有病因 然后 对其实 然后那个 那个我的病状就跟那个 像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日剧啊 就一公升的眼泪 那个女主角的病况完全一样 可是 我有的很多症状 那个女主角没有 就是像师尊的那个 他曾经有在书上写过 那个脑裂八瓣 那时候我的头部剧烈疼痛 像花要绽放那样 很像四瓣这样 要剖开了 那身体整个皮肤 很像那个四大要分解 那整个真的就是碰不得 就皮肤都碰不得 那 我也才能够了解说 师尊所谓的就是 人要走到死亡的边缘 那种四大分解那种痛苦 那种一点点声音 真的是对病人来说 就是 都不要听到对不对 对 真的很痛苦 那家人给他的一些 所谓的他们认为是 最好的急救 其实对病人而言来讲 真的是很痛苦 那都是多余的 真的你什么都不要急救 反而对他来讲是最好的 因为那真的对他来讲 真的好痛苦哦 以上不代表本台立场 真的 因为那时候我都是这样认为 因为家人要给我一些 什么一些急救 或者是说要给我怎么样治疗 让我能够好起来 其实我都不想要 我反而就是觉得 因为你的身体的皮肉 你觉得都不要碰我还好一点 对 我觉得我宁愿 我很安然的这样死掉 你们这样让我安心的走吧 这样让我觉得会比较好 那不要这样一直折磨我 对 那种感觉 结果你的母亲对不对 就 就 好 我接一 哦 这是妈妈 对 我妈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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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妈妈呢 还是要接下来换妈妈说 妈妈就是去雷杖寺的那个金母店 去求金母啦 对啊 然后 爸爸跟妈妈其实还有很多的 那个师兄师姐 其实都有一直在帮我回向 那台湾雷杖寺也有 帮我做回向动作 然后之后就接到消息说 师尊会来救我这样子 因为我去金母店求 我回到家里差不多半个小时 那个喜师兄就打电话给我 说师尊要帮我女儿加持 我听得很高兴 我就赶快赶到医院去 把她带到那个喜师兄的住处 他就通知 那时候是好像喜宏村师兄 请师尊吃饭 师尊到他们家去 我们就赶快带她到喜宏村家 然后亲自见到 哇 这是很大的福报 还亲自可以带着她 她那时候都已经 对不对 师尊加持一杯水让她喝下去 那然后你当场你也发愿是不是 我在雷藏市就发 在金母店就发愿了 你怎么说的 我说如果她能够好的话 要让她去读威德佛学院 我跟师尊讲说 如果她能够好的话 就让她修行 专心修行 所以本来你不是比丘尼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好了以后 正式的出家 姻缘 姻缘 现在完全看不出 半公升的眼泪了 你觉得整个的病况是什么 她这样加持完 你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见到师尊的时候 就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一看到师尊的时候 师尊第一句要问我说 你的头很痛对不对 我就说就认住了 我想你怎么会知道 然后第二个我就想说 距离师尊很近 然后我想好几天没洗澡 因为生病怎么可能会洗澡 然后结果想说身上那么臭 怎么被师尊闻到怎么办 结果才动这个念头而已 我全身就开始很热 然后一直流汗 那全身发出来的汗不是臭的 是那种人间闻不到那种弹香味 很特别很特别 然后就全身一直散发出来 那我的汗干掉的时候 是完全很像沐浴过后 所以那时候我能详尽说 师尊说天上不用洗澡 我那时候就觉得 哇好殊胜哦 怎么会这样 那时候其实还没被 还没整个这样好起来的时候 我就开始一直有很多的感应 就发现师尊真的好厉害 所以师尊从头到尾只给你喝一杯水 对加持的 他加持的水 那回到医院的时候 我就一直吐了 然后吐完两个小时之后 我就开始觉得 我的身体状况开始在改变了 轻松一点 对 那我的皮肤就可以摸了 可以碰了 那隔一天早上六点多起床的时候 我以为我在做梦 然后我就想说 我就起来 我以为我在做梦 然后我就突然开始说话 因为那时候其实不能说话的 我嘴巴也没办法讲话 因为整个自律神经全部失调了 那我起来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想到肚子饿 因为都没有办法吃 第二天哦 就隔一天而已 哇塞 隔一天六点多 清晨六点多 太神奇了 那我就起来的时候 就第一个就想到要吃东西 那我就发现 我可以说话了 我可以走路了 然后就发现很多都变了啦 对啊 所以你看我们其实真的很欢迎 只要是你曾经在 《连生活佛》的著作当中 对不对 现在已经接近到200本了 那么在这个当中 你是其中的主角 你都可以上我们节目 或者是投稿啊 对不对 让大家可以相信说 这个力量呢 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 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 因为他那个医生 是用各种的治疗的结果 是让你觉得你不要碰我 比较好 可是师尊只是给他喝了一杯水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 真的一定要找出一个 一加一等于二的这种结论去讲的 那到底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在场的人 没有一个人有神经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他们讲的都是他们真实发生的故事 很多人都喜欢念心经 有很多大师讲解心经 但是你听过《连生活佛》讲的心经吗 在一九九一年 《连生活佛》曾在西雅图雷藏寺 讲解开释心经的每一句 虽然当时没有拍摄的画面 但是我们现在保有这个最珍贵的开释文字 大智慧到达彼岸 这是《连生活佛》讲心经的文字精装本 要开智慧 您一定要看 大智慧到达彼岸